大家好 今天是2019年的11月25号星期一 大家好 我才得到的最新消息 在一个小时之前 向心就是王立强 在澳大利亚的投诚的中国间谍 他不是说他是中国创新的员工吗 他是他的老板 中国创新的董事长向心 和他的老婆龚青 说龚青是跟他学油画的 他就举报这两个是中共间谍 我们也说了我们得到消息 向心如果要投诚的话就好看 王立强没有他说的那么牛 他是个小虾米 但是向心是真正的一个 从93年开始派到香港 这么多年了 20多年了 如果向心能够开口要说的话 那就有意思了 对不对 好 倒霉在王立强举报他们的时候 向心和龚青没有及时得到消息 他们当时在台湾 现在得到消息之后迅速要跑 在今天在台北的桃园机场准备逃跑 离境的时候知道吗 台湾法务部哪里跑 一下抓捕了 台湾法务部调查局 桃园市调查处发出通知书 要求他们不得离境配合调查 向心和老婆龚青两个人已经聘请了台湾律师来给他们提供的法律协助 然后在台湾准备接受台湾法务部的调查 台湾的法务部调查局公共事务室的调查官已经证实这个消息 因为我们得到消息之后 咱们也要核实一下 台湾法务部已经证实了 向心夫妇在桃园市的调查处配合调查 其他细节调查局现在无法透露 龚青是创新公司董事长是向心 董青是公司的替任董事 是向心的老婆 龚青现在被调查出来 也曾经向心不报道 他以前在人民解放军情报组 中国国防科技信息中心的任职 等于他们两个当时是同事 也是在人民解放军的情报组织 中国国防科技信息中心 等于他两个在那儿的同事 然后结婚了 结婚了之后 还是得到军方的认可 然后两个人一起呢 派到了香港来从事呢 这个就有点像那个潜伏里边那一样 两个人一起就派到了这个香港啊 从93年就派过去 这么多年了啊 现在对被台湾扣了啊 我们之前已经说了啊 我们得到消息 王立强是小虾米 只不过呢 就是这个向心下目 非常小的小虾米 他不算什么 但是呢 他供出来的一条大鱼 就是向心和这个拱青啊 那如果向心能够开口的话 但是呢 我跟你说 我现在就告诉你们 我不认为向心在台湾会真的就是说返水 如果是被大陆抓了的话 比较有可能返水 台湾的不行 台湾法律制度吧 向心请个律师且在那赖皮了 你知道吗 他用钱就跟孟晚舟一样 对不对 我告诉你 孟晚舟在加拿大 孟晚舟要是返水了 孟晚舟收出来的东西比向心他们还牛 但问题是没办法 孟晚舟在加拿大上PLD学博士 对吧 这个你知道 你们也明白 对吧 西方民主国家这种法律体系 就是你知道吧 请个律师且在这跟你扯皮 嗯 所以就是没什么大 没有什么大意义 但是有一点 对明年一月份的选举很有用 蔡英文政府如此迅速的反应 把两个人就扣在机场了 没让人跑 就是说明什么 我觉得他们也没想着能够最后能够定罪 能够就是说 因为现在来讲的证据实际上是不足的 从证据来讲 想要证明他们两个什么问题 我觉得现在比较难 但是就是说从现在开始 台湾那边因为现在执政当局 是民进党 向心和龚青被王立强 他们就说一起在台湾 就是说支持韩国瑜 对不对 破坏蔡英文政府 拿这个事情来炒作 主要就是为明年一月份的选举 来炒一波热度 来炒选票 基本上也就这么个情况了 我不觉得台湾能够把向心的嘴撬开 向心这个嘴要撬开 得关到关塔迪亚摩去 得跟IS一样 关那边写才有可能的 在台湾肯定我跟你说 你看着他老婆在台湾 估计也就是交巨额的保险 然后也就是什么 保释金 交巨额的保释金 然后就取保候审 然后在台湾估计也就是吃吃喝喝的 台湾据说好吃的很多 不要见了口说 据说台湾好吃的很多 然后好玩的也很多 他老婆估计在台湾长期旅游了 等明年选举结束之后 蔡英文他们就是说没什么好玩的了 已经吵得差不多 他们滚蛋 我估计也就这么个意思 其他的我看很难 很难就是说真的定罪 只不过就留着他们俩人在那长期旅游一下 他们也有钱 有人就说 王立强说 说拱青的老婆 他的基金会 向心的老婆拱青 不是拱青的老婆 是向心的老婆拱青 我说错了 向心老婆拱青成立基金会 说中共那边每年给打5亿人民币 也太多了吧 胡说八道 咱们看看 我们拿到了中国创新 他的股价图 还有他的公司的财务报表 不你在网上查也能查到 我就不给你出事了 反正他的股价图和财务报表 显示了一些问题 就是说公司在财务报表里说 说他们专注香港上市公司 进行短期投资 截止到2018年12月31号 他的投资的销售索德额 知道吗 2018年是2亿3400万港元 2017年是7亿2900万 加在一起 等于2017年的盈利是7亿多 2018年的盈利2亿多 加在一起将近是10亿港币 两年 17年 18年 两年就挣了10亿港币 但是你知道公司的市值是多少吗 公司的市值竟然只有2亿港币 股价是1分6毫 不到2分钱一股 1分多一点 这就是他们公司 所以你就明白了 这种公司就是属于那种 就跟海航一样 那么不给你报仇 你都不知道 藏着一个这个玩意儿 这公司两年挣了10亿 但是股价竟然只有2亿 然后炒不起来 就说明是重重隐藏的 那一个公司 然后跟中国国防科技信息中心 有不可告人的往来 因为向心和他的老婆 龚青两个人 都曾经在中国国防科技 信息中心的任职 咱们对吧 所以这样子的话 你想他两年挣了10亿 如果说每年能够从中国那边 拿到5亿人民币的基金的话 我认为不算夸张 不算夸张 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 我觉得这个数对 能够对得上 然后你不信的话 你可以自己上网去查 你查中国创新的股价图 是不是这个价钱 然后你也可以查中国创新的 他的财务报表 在网上信的都能查得到 现在已经肯定都被报 因为他上市公司 对不对 这都能查得到 你不信的你自己去查 两年挣了10亿港币 所以他的基金 如果每一年都要5亿的话 实际上是差不多的 是文完全全说的过去的 那么好吧 当然了我们在这里 恭喜向新和老婆龚青 在香港可以公派 在台湾公派长期旅游 估计要旅游几个月 肯定要在那扣一扣 我估计明年一月份 神经之间 他们肯定走不了 蔡英文肯定得拿他俩好好出来 你就是不说游街 台湾不允许 对不对 但是肯定就在媒体上 对不对 得好好给你游游媒体 我们还没有把他炒红 他自己让蔡英文 你炒红 蔡英文比我们还着急 我们毕竟不要选举 蔡英文 就是台湾线选举 咱们说 基本上已经进入了 就是说垃圾时间 你知道什么叫垃圾时间 不知道 NBA他们打球 NBA比赛 知道吗 当比森一旦全输了 有二三十分之后 剩下的选举时间 叫垃圾时间 垃圾时间 通常赢了球队的主教练 会把主力球员们 都首发球员 主力球员都换下来 换一帮替补球员 板凳球员 对 一个是保护一下 主力球员 怕他们受伤 另外一个 让板凳球员们 去练一练配合 找找比赛状态 因为你经常不比赛 状态不好 对吧 在垃圾时间 给这些球员 找找状态 练练手 就叫垃圾时间 台湾选举 其实我跟你说 7月份的时候 韩国瑜一赢得 我说国民党的初选 胜利当时说什么 我说国民党的初选 只要韩国瑜一获胜 就说明国民党 可以打包回家了 从7月份 就已经进入垃圾时间了 对吧 反正现在就这个意思 对不对 我现在觉得 除非习近平 现在真的要攻打台湾 不然的话 韩国瑜估计是赢不了了 你知道吗 估计现在没有枪 顶着脑门 台湾人是不太可能 选韩国瑜了 目前就这么个 就这么个情况 所以 有没有向心和龚卿 去游街祝威 我觉得蔡英文都赢了 祝福二位 在台湾吃好喝好 好吧 那这些点到这里 好吗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